凌晨2點多 白衣男子口罩戴一半 騎著單車來到寧靜的住宅區 他捏手捏腳的靠近民宅骑樓 發現轎車沒上鎖 就潛入車內行窃 這是一個阿伯路過 覺得很奇怪 又不敢向前詢問 一早告知鄰居 整件事才曝光 車子好像在這台上都沒有收入 但是進去了 這裡是台中大理 立德里 2號凌晨發現有街友 騎著單車 見車就看有沒有上鎖 並入內搜刮財務 一個晚上就有三台車遭窃 民眾欺詐了 說整條街有十多隻監視器 依舊防不勝防 大膽竊賊摸走車上2000多塊現金 鬧得社區人心惶惶 只能透過里長向警方報案 他如果真的看到小偷 他敢去叫他嗎 如果是我的家人 我一定跟他說不要去叫他 因為為什麼 擔心會有惡度的一個傷害 如果家人被傷害了怎麼辦 目前警方透過監視器 鎖定特定人事 據了解嫌犯是一個街友 30多歲在大理地區居入定鎖 先前也有竊盜前科 現在又出沒在社區刑切 但偷嫌事小 民眾擔心的是歹徒隨機犯案 要是傷及自身安全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楊敬禮雲傑台中報導 請問他 請問他 請問他